还有一个热闹的活动 这是围棋一个月的儿童艺术活动 高雄丰益夏在魏武营热闹登场了 今年活动名称定为高雄魔法城市 一共动员了200多所的中小学参加 并且由古艺团队联盟带来的精彩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市长陈菊也特别出席 并且热情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高雄城市的魅力 众所期盼下一年一度的高雄丰益夏活动 在魏武营园区盛大登场 古艺团队联盟的精湛表演 为开幕典礼揭开序幕 紧接着三太子艺术团队出场 现场气氛跟着嗨到不行 在今天2017和同艺术学 开场开幕呢 高雄丰益夏活动迈入第八年 今年再次跟魏武营同乐节携手合作 并且扩大市府各局处合作参与 其中由教育局一手催生的 高雄市音乐团队联盟再次亮相 包括中西乐及管弦乐团 近千人在现场演奏 宛如一场音乐饗宴 艺术活动表演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 高雄市长陈菊也到现场与民众同乐 他表示透过活动让市民看见高雄艺术教育的多元性 也将高雄营造成为奇幻魔法城市 邀请市民一块体验这股城市魅力 我们希望小朋友在整个七月都能够尽情的玩艺术 市民朋友也能够看到高雄在艺术教育的多元性 高雄是一个艺术的城市 从儿童开始 我们希望成为南台湾最大的儿童艺术的活动 也希望未来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落成 能够将高雄塑造成为艺术的基地 哇 真的是太好了 2017高雄封艺下是以魔法城市为主题 将魏武营园区装扮成为魔法世界 有九所学校师生共同创作 展现不同造型的立体户外装置 作品分布在草坪树林间处处充满惊喜 封艺下 起动 倒数身中五彩缤纷的纸片飘向天空 宣告为期一个月的2017高雄封艺下活动正式展开 除了魏武营区有热闹的表演活动外 7月18日至20日将在中正体育场设置 全国最大的和爷爷跳跳屋魔法气垫乐园 市府结成邀请民众一起参与 港多新闻林亭阳黄兰君采访报道